电话响起帅气男模却戴琴眼镜 开始和语音秘书对话 这不是科幻片 而是华为最新智慧眼镜 26号在巴黎华为的新机发表会上 智慧眼镜终于亮相 不同于以往智慧眼镜冷冰冰的宅男形象 华为和韩国潮牌Gentle Monster合作 打造兼具实用和时尚的智慧眼镜 利用语音或是亲碰镜价前端就能操作 最大特色就是和一般墨镜一样 不过机关都在静脚里 专属的眼镜盒还可以无线充电 今天我带了华为P30和P30 Pro 华为新一代P系列手机也同场曝光 主打低光源拍照和录影功能 能拍月亮银河和极光 更自豪能超越苹果和三星 P30的预定售价大约台币两万七 P30 Pro最贵的大约四万三 另外华为也正式推出车钥匙功能 手机还可以当作车钥匙使用 让人惊艳最快四月就能买到 三立新闻赖银红报导